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個動作 打一位咱們中國的人物 媽媽 媽媽 媽媽哭了 媽媽,你怎麼? 媽媽,你怎麼? 吃了,吃了 然後,爹,爹 爹,爹,爹 爹,爹,爹,爹 爹,爹 爹,爹,爹 爹,爹,爹 爹,爹 爹,爹 爸爸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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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蔔蚀蚀蚀蚀D creation 好,成小肉 Circle 大姨ちゃん estat 你不哭 我們是瘋狂的 你看我們從哪裡來 孩子 再見 我們從 Kyiv 再見 我們愛你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恋妹妹的商店 看现在都什么样子了 啥都有哈 不错鱼香肠选择虽然不算太多吧 但是也不错 咖啡水果汁什么都有哈 品种还是很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糖果 这么多东西 真不错 冰柜啊 没啥东西啊 现在为了节省电力嘛 这几个就没有开 因为他们现在是用这个发简机 哇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酒类专区 他们是斯拉夫民族的精神食粮 当地居民对酒精的热爱 远远超出咱们的认知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些酒精饮料都非常的连价 我跟你们说 这个价格还真的 他们订的还真不高 稍微比基辅贵那么一点点 但是真的有限 好像也卖烟吧 CKLV都是普通这个 还有卖烟的地方 让其肉给大家看看 咱们的供电系统啊 这边是仓库 天哪 这么黑 都是没小玩意儿啊 火带 火带 这就是乌克兰大部分 这是老百姓的现状啊 没有电 没有关系 没有水 没有关系 没有网 没有关系 什么问题都有办法克服 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就是甭管现在什么情况 甭管上面飞着导弹 我丈母娘跟我讲 和那个他们跟我讲 就是他们见过两次的导弹飞过去 吓死我丈母娘了 就半天没换过时了 你知道吗 就很低飞的 因为这导弹飞太高了 会被雷达监测到 飞着低了它监测不到 你知道吗 他们看着导弹呜就过去了 然后见了 那谁呢 嗨 妈妈 妈妈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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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爸爸一会付钱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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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流量还是很少的 就因为这个战争嘛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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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每月的营业额呢 就是基本上能够将将够 他们的开支 店呀 房费呀 就这些东西 剩下的一点点的利润呢 就要投入到这些货里 要进货 因为货的品种 大家也得看到了 虽然说有一部分 但还是不够 不错不错 你要吃什么 薯片 薯片 薯片其实你吃太多了 刘的非常负责任 他跟我说 就是这些东西 货架上所有东西啊 他每一个都要查 时不时都要看 是不是过期了 或者快过期了 过期的东西呢 他们就免费分发给当地居民 没过期呢 就要打一个折 30% 50% 快过期的东西 就卖出去了 就这样 他们是以诚信为本 我觉得这样才能更长远的 更长久 因为毕竟他们针对的客户呢 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居民 所以说 口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主要现在还是战争阶段 因为他们这个外边 我跟大家说过啊 这条是主干道 还有一条公路呢 是华沙公路 是在那个基辅的西北边啊 这条呢 是正西的路 所以这条路呢 是主干道 所以说一旦战争停止以后呢 经济慢慢复苏 然后这些老百姓呢 都会更多的人会开车呀 去欧洲啊 还有一些货车司机啊 都会在里面经停 歇个脚啊 吃个东西什么的 挺好 那尺子 那尺子 好 好 你给多少尺子 在这里呢 30% 30% 对 对 乌克兰 摩托尼 的就是 的比较大 啊哈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面包 有10%的利润 最好的 最糟的就是 烟啊 在乌克兰利润是最少的 就我原来清楚 我原来有一位朋友是倒烟的 他跟我说我都不细 他们零售价的利润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啊 知道吗 有些烟一盒烟才挣几块钱 两三块钱四五块钱就这样啊 呃 酒水的利润还可以 就是他们能够达到百分之三十 二十多三十 然后一般的情况呢 就是中等下来就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哦 嘿 你在买东西啊 啊 所以说大家以后呢 如果路过此地啊 路过此小地 欢迎来做客啊 哈哈 上个视频我说过啊 如果是中国同胞啊 路过此地啊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 你就跟他们说 我请您喝个咖啡啊 吃个东西啊 是吧 没有问题的 想喝个酒啊 喝点酒 没问题啊 我到时候都会不嫌的 啊 哦 还可以做什么 啊哈 还可以做热狗啊 嗨 这么多售货员啊 嗨 嗨 大部分的商品呢 大家都看到的都是乌兰当地生产的啊 或者说在这边灌装的啊 啊 所以说看来这个物资还是很充足的啊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动作啊 打一位咱们中国的人物 一百克就是一百克 是一位老母啊 知道的打在屏幕上啊 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已经猜到了 九零后零零后的我估计悬 你们肯定不知道 但是八零后的肯定都知道 老板给我介绍的啊 说这个酒 现在乌亨兰生产的 Kirsinki 是吧 这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Nimir 他说在这个乌亨兰所有的酒类里边呢 一是这个 这个款酒卖的最好 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个 带辣椒的啊 这种酒 泡椒的啊 是最棒的 口碑最佳的 这是人家业内人士告诉我的 乌亨兰酒是最便宜的 你看这个一升的啊 一升的250 这个合人民币的话 45块人民币都不到 反正很便宜的 拜拜 谢谢 哇 谢谢 谢谢 给给给给给 我不要 爸爸不要的 爸爸不吃这些东西 谢谢你 保护自己 我现在 буду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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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 现在 天哪 我媳妇说 要不然把她带走 哈哈哈 这样她就第七个了 第一步就是西京末 里边的那些 哈哈哈哈 哈哈 是第七个吧 对 第七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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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